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2008到2017年中央财政分别下达青海西藏两省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162.89亿元和83.49亿元 补助范围涉及两省区77个重点生态限域和所有国家级禁止开发区 那么这里头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直接补助到我们老百姓身上的 又包括我们像草补通过生态补偿这块老百姓逐渐的在很多区域 特别是生态比较重要的一些区域像我们纳奇阿里这些草原区 我们认为老百姓基本上已经吃上了生态饭了 目前国家在青藏高原生态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生态补偿制度得到确立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这些生态补偿措施的实施 在稳定和提高农务民生活水平 保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促进区域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这里头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就是说因为在高原生态补偿机制的事件当中存在一些补偿资金来源比较单一 利益相关方不太明确 补偿标准以及生态补偿理论方面需要深入研究 比如说生态补偿机制建议是推动由现在的政府纵向补偿 向政府纵向补偿跟区域横向补偿相结合的方式来转变